候选富比市百大最有权势女性第37名的总统蔡英文 受邀在美国国际民主协会的年会上 以视讯的方式发表演说 除了恭喜同样入选百大女性的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之外 还跟联邦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线上同框 不过蔡总统跟裴洛西互动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事外高层透露 去年4月蔡总统出访过境夏威夷期间 就曾经跟裴洛西通过电话会谈 而今年1月蔡总统胜选之后 裴洛西也代表了众议院向蔡总统表达祝贺 而退辅会副主委今天在立法院报告时更直接说 其实去年8月底的时候 总统原定要到美国出席美国退伍军团的协会年会 最后因为诸多考量而取消 富比市杂志全球百大最有权势的女性排行榜里 有总统蔡英文 旁边是美国准副总统贺锦丽和纽西兰总理阿尔登 内容提到蔡总统领导的政府 在1月就制定严格的防疫计划 阻止疫情扩散 总统今年排名第37名 比去年前近4名 而这也是她连续第5年入榜此外 蔡总统说要在美国国际民主协会的年会上 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说除了恭喜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外 还和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线上同框 但其实涉外高层说两人早就通过电话 去年4月蔡总统出访过境下位移期间曾经和裴洛西通电会谈 在今年总统大选后裴洛西代表众议院标达祝贺 就连赖清德以准副总统身份访美也曾经拜会 而其实去年8月底蔡总统原定要访美来准备出席美国退伍军团协会年会 蔡总统在这个的一个月前才经过美国到中南美 美国刚要宣布许多项金售 所以国务院商量说是不是就不要来 所以才用视信 如果特军他会邀请我们 国务院白宫可能会敢不同意 原定蔡总统要访美演讲 最后因为诸多考量取消 不过也说明蔡政府努力推进台北关系 记者送我报道